歡迎大家收看這個賽馬報告 我是主持世榮 在這個環節中會找一些曾經跑得不好的馬 看看賽馬報告如何射 有時他們不是真的差勁 可能是走錯位 有傷患 甚至乎那場局勢不好 等等原因都有 記得去到季尾的時候 雖然我都知道 接下來有神之水敵 好像很厲害的知道再勝的大熱門頂頭大熱出出來 不過記得去到季尾很容易大熱門都會失手 其他場次不是那麼穩陣的大熱門 大家要小心一點 由季初直至現時為止賽馬會錄得 大熱門的勝出率是31% 相對三甲率是61% 我們一齊跳出香港 看看武天氣先生之下 堅制賽馬APP究竟有什麼賽馬報告預測 可以見到這次翠湖飛鷹的尾場 想跟大家說一下這匹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上次看到他跑谷草千八 雖然頭馬那三隻都是後上馬 但你們看下紅衣服 即是尖條直尖衣服 紅袖那隻 他入到直路 沿途在三疊 包尾都不得止 已經走多了位 入到直路 他還要在這樣拿出去 別人前面那些 樂益善那些已經率先發力 而且這組的對手相當強 你看到頭馬全部都是前面這六疊內的 只有外面翠湖飛鷹追得比較厲害 所以這場他有些機會 另外你看一下 就算跑第五個骨 就是剛剛在谷草贏馬的沙皇者 所以翠湖飛鷹這些其實很值得 大家要留意的 講完這裏之後 大家也要記得這隻馬 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收看 我們待會再見 拜拜